2月11日中午12点47分 一位叫幸福来敲门的网友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子想买斯巴鲁森林人 又想买哈尔佛S9 请问哪个市区越野能力更强更稳定 最近就要入手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听众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辆管车的车主 如果再你们重新选择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记录研给个建议帮助帮助他 首先这辆管车的都是二十多万 都可以拿下森林人 斯巴鲁整台车都是全系进口的车型 就像你说的 哪个市区能力更强 那么想买斯巴鲁森林人的车主们 一定要搞出这个问题 它是定位紧凑级SUV 全系五座 它是一个承载式的承式SUV 而哈佛S9定位中大型SUV 有五座七种八种可学 它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 大良久的正八点的越野车 知道吧 如果是纯正的玩越野 那必须哈佛S9更好一些 它采用的是一个 不该华大的双速智能四驱 在个前后插入所的加持下 再加上这个电子系统的加持下呢 使其的四驱越野能力 透空能力是非常棒 非常优秀的 这个可不是你这个 四零人都比不了的 你知道吗 你这底子的 悬化底盘调的根本就不行 它不可以撑到高 太高的扭矩 而这个四零人这款车呢 它虽然是个城市SUV 但是啊 它这个调教的四驱 各方面用的东西呢 要比普通的城市SUV 越野透明的要好太多 好太多了 知道吧 那么它有一个特什么特点呢 搭载一个2.0升的水平正式 水平对峙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就是说 能够将大弹静低车身 那个重心啊 这个使机操控更好一些 那么它呢 这个使用的是全市市区 强后轮正常是60比40的动力扭力匹配 当轮台出行打滑的时候 可以正常调教成 强后轮50比50的动力扭力匹配 很平均 而且又有一键脱困的功能 加上这个市区 加上水平动机制 所以说 它这个车呢 是新手的福音啊 有个一键脱困 按下之后 这个功能呢 可以说很好去操控了 特别优秀 那么适合于 我平时周一到周五上班 我周到周天 或者五一四一 想出去放松一下 要得通过能力更好一点的 那你选择它可以 比起来这台车呢 操控特别棒 走弯的时候 极大方圆盘的时候 车身的操控性 跟随性 抓地性是特别好的 前迈入性 后面双达臂悬挂 是非常优秀的 比普通的乘式SUV 要好很多 四系能力各种方面 匹配个CVT变样箱 里面是用钢带 钢链穿输的 钢链要比普通 丰田本田的钢带 可以承受更高的扭矩 承卖更高一些 可以接着暴力驾驶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哈佛斯九呢 搭载一个自主研发的 重置的2.0T的温轮加发动机 其实这款发动机 是委托一个德国 SEA公司生产的发动机 那么像大名领领的 大众的EA888发动机 也是它这公司帮电发的 像这款发动机 像唐克300 唐克炮都使用 匹配的财 幅度8T变样箱 有坦克掉头了 越野巡航了 是不是 说说 如果说你经常出去自驾游 玩去越野 选择哈佛斯九 是非常正确 非常适合你的 如果说像我说的 你平时上班 偶尔出去玩 四零人是非常不错的 就看你用车的方向 是什么样 再去选择 那你有开过 或买过在兰库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 评论点赞 拜拜